意大利一所知名医学机构的专家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意大利可能早在去年11月和12月就已经出现了高度疑似新冠病毒肺炎症状的不明原因肺炎 说出这话的意大利专家名叫朱塞佩·雷穆奇 是意大利乃至全欧洲知名的马里奥内格里药理研究所的主任 他是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网的采访中 在被问到意大利为何在2月21日疫情爆发的情况被揭开后 表现得措手不及时 做出这一表述的这段采访中的原话如下 雷穆奇说他现在听到来自医师的消息 他们记得见过这种奇怪的肺炎非常严重 特别是在老年人中 在去年12月甚至11月时 他说这意味着在我们知道中国的疫情爆发之前 病毒至少就已经在意大利的伦巴地北部地区传播起来了 他还表示你根本不可能去与你并不知道存在的东西搏动 另外雷穆奇还在这篇美国NPR新闻网撰写的报道中 谈到了意大利目前疫情的严重程度 称目前连皮肤科的医生 眼科医生以及病理学医生都在接受培训 以便去照顾那些需要使用呼吸剂的病患 他说不少意大利重灾区的普通医院 现在都已经被改造为了新冠病毒专门医院 并配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生和护士 NPR的报道也表示 意大利为了应对新冠病毒疫情 已经进入了战事状态 意大利拨垮250亿欧元 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孔特说我们已经拨出250亿欧元的特别款项 尽管不是立即用于应对疫情 但是该款项会用于解决疫情造成的所有困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